游戏怪谈之《儿星与外星人》 我是专家 你相信有外星人吗? 如果你玩过《GTA》系列或是《荒野大标客》系列 你不难发现 儿星这家游戏公司特别喜欢在游戏里加入外星人的元素 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儿星游戏中的那些外星人事件 首先是著名的《罪恶都市》 之前我们在说《登月造假》这一期当中介绍了电影厂影棚 而在影棚旁边就放着一个UFO 虽然说这是用来拍电影的道具 但这在儿星是第一次出现不明飞行物 来到圣安迪列斯中 沙漠的卡森要塞69区旁能够找到一家外星人酒馆 门口摆放着一个巨大的UFO模型 而进入酒馆我们能看到墙上挂了许多 现实中著名的UFO目击事件的照片 而这个酒馆在现实中也是有原型的 在内华达州的雷切尔小镇上 位置就在那个连卫星地图都无法显示的神秘51区旁 而现实中的51区这个地方 据说能经常拍到不明飞行物 恰巧对应了游戏中的69区 有一个隐秘的任务 一个叫做特鲁斯的老头 让CJ从69区带回一罐绿色液体 其实正是研究所里外星人的血液 而星用这些彩蛋来调侃了51区存在外星人的传言 而一直到后续的游戏作品中 外星人事件则变得更加的明目张胆